搜水油风暴引发台湾舆论哗然 魏权公司今天向台北市卫生局通报 表示今年4月开始使用全桶香猪油 制作肉酱肉酥等12项产品 目前均封存并且回收 刚刚台北市卫生局也召开了记者会 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我们来看到卫生局 魏权公司那他们当然是主动来跟我们说 只是说这个因为他们在今年4月份 有跟这个油商进了这个相关的油品 那做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上面 有提到我们有12款 那这个这边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这个猪肉酥的这个产品 那他们跟我们主动主动报了这个事情 那当然也赶快的做了一些回收 目前正在做回收下架的一个作业 说过期的油品 它其实品质已经比较不稳定了 后续有可能造成 如果说纯粹是油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有可能腹泻或是引起一些身体肝脏的负担 那就目前这款产品 未全已经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手上有这个产品的话 就请消费者都不要再使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